阿畔 谢谢你 经过你的提醒 我似乎想到了别的办法 我 我可没提醒你了 夫人让我好找啊 不再刑部一事 怎么跑这儿来闲聊了 大哥领 我来此事有公务在身 你管好你内卫府 分内的事就行 我每天干什么去哪里 轮不到你插手 刑部的事情我管不着 但如果是夫人的 分内之事呢 后宅乱作一团 你作为大哥领夫人 李当回去管管了 回府 谁 这 这太怎么了 是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妄想和夫人平起平坐 共事一夫啊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活着 你就别想进神家这门 这可由不得你 我再说一次 把账本给我 大哥领 夫人 郎君 把夫人接回来了 这古话说得好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 这才能白头偕老呢 沈管家 我有点儿饿了 你要不去厨房看一下 今天的菜 好嘞 马上去 云雀姑娘 你别跟老管家吵了 你不用担心 从我成婚第一天起 就跟大哥领约好了 日后合理 这账本 早晚是你管 合理 大哥领这么好的男人 夫人还不珍惜 大哥领意表 人才玉树临风 谁若是看不到这一点 谁才是真的有眼无珠呢 多好的一个姑娘 可惜眼睛不好使 你笑什么 难不成 你觉得大哥领很丑 不是不是不是 云雀姑娘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看这已经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还是赶紧离开为好 你别拉我 那你自己走 回府住吧 毕竟 我们 我明白 我不是你心里那个人 若是被外人知道 徒增口舍 等麻烦案子 我会回来的 不会给你添麻烦 妻子 她不可怕 此起来 �鸣 她不怕 梦 准备 老了吧 太皇太后 今日抽中中世世纪 我等奉旨拆开 提为赏燕归祭赦 官相安盛景 文才不现 师父尤家 带走 兵太皇太后 臣等月卷三日 已定下洪文馆最终招录的名录 请太皇太后审曰 考卷已按平分名次摆好 上面第一篇 就是本次第一名程伯俭的文章 这潘池就是最后一名 正是 宛儿 你把这最后一名的给哀家读读 高松植山脚 矮苗生丰顶 以苗镜寸京 遮松百尺条 哀家觉得 这最后一名的文采也是斐然 这潘池倒不是输在文采上 而是有些偏提 哼 这些 哀家倒是有些 听不懂了 宛儿 你就给哀家 解读解读 长乐曲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此考生是以燕归山脚 高大的松树 欲指寒门才子 以山顶低矮的小苗 欲指世家子弟 因生来地势就高 净寸之苗 却能遮盖百尺之松 我看这燕归山的景 描写得很妙啊 接着念 仰天大孝去 高步踏神州 贵者虽自贵 无事若尘埃 见者虽自贱 谁言不迁君 朕依览群山 卓足于长河 安迟我不仅要考 还要撕下你们丑恶的面皮 我看你这心思 根本没在棋盘上 你是不是想问哀家呀 为何明明看出了 洪文馆选拔有阿渣行径 为什么还通过了原定名单 臣原本确实想问 但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这个攀驰虽文才斐然 但个性太冲动 所以本就不适合为官入室 这次考试 本就是适水之举 才子选拔 击毙已久 朝中官员 有许多牵涉其中 已经是固若金汤一盘死菊了 我纵然想动这盘棋 也得看看 合适的落子时机 阵衣揽群山 卓足于长河 此文写得大气磅礴啊 借井凤金 暗示有人借不拘门帝 公平选拔之名 行打压寒门固化门法之事 好不痛快 行了 你都夸你这好友夸半天了 那儿人家确实写得很好嘛 阿帕不只是与民间第一神探同名 他还很可能就是神探本人 八九不离时了 严淑丽 徐帅托我告诉你 你让他帮忙调查陈首杰屡历一事 有眉目了 陈首杰他确实参与了 侦办陈火鹅一案 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晋升 只不过晋升之后不久 他便疯了 原来陈夫人死之前 他就已经疯了 火鹅案跟他一定还有勾连 是我没有发现的 不行 我得再去一趟臣府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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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 啊 啊 没事吧 啊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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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器行使 虽与纳日不同 可射出的招式 却极为相似 你受伤了 无妨 小伤 你怎么会一个人来这 我来找人没找着 你流这么多血 怎么可能没事呢 你是在关心我吗 我才没有关心你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总该对你负责吧 你走了 我要拭着你 你留不住 你别拭着我 我为什么要拭着你 你不拭着我 你再拭着我 你保下我 我还记得你 你保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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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爹可真是糊涂了 店铺明明关得好好的 还非要我过去检查 有没有失窃 你还想跑 我劝你不要一错再错 我可是刑部女官 你若是自行告罪 盗窃之罪或可轻判 可你若是伤了我 那可是重罪 多管闲尸的婆娘 去死吧 救命啊 是你啊 什么人 不是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刚才那巡逻的是义良人 我们为什么要躲啊 我不想与宫门中人打交道 你既会与宫门中人打交道 又武艺高强 我知道你的身份了 我 你是 路见不平的江湖英雄吧 夜晚戴上面具 化身秉公义室 行侠仗义 做好事不留名那种 算是吧 等一下 你不能走 你杀了人 怎么 你要抓我报官 我杀的可是杀你的人 你就是这般对待救命人的 论大仓律法 夜晚无故行凶杀人 反抗殴姬行凶者致死 便可不论行则 可是 你也不能这么一走了之啊 你这是做什么 帮你放水灯呀 小时候 我阿娘就常带我来放水灯 阿娘说 水灯 能够随波逐流而去 可以消灾消病 还能够 把身上不好的东西 都给去除掉 虽然你是为了救我 虽然你是为了救我 可还是 帮你放个水灯 消除一下杀业比较好 不必了 我不信这些 信则有 信则灵 小时候我也不信